這個節目並沒有提供的贊助 就去了發現老師不在 喔 壞學校 大家好 我們是 巧本舒服 沒錯 沒辦法 最近要趕快把片子拍一拍 沒錯 我們今天彈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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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 就是問我畢竟是什麼 要學代辦 所以是不是都會推薦學生 所以我們會相對比同學們 早已不知道學校的重點 對 那我又是一個 想說直接的老師 對 但學校真的懶得推 所以呢 你就會問 老師我都只是在網路上看 看一些那個學校的簡章 他真的 他可以從這些東西分出好壞嗎 感覺每個都一樣 對 都一樣 難道他會寫不好的嗎 對啊 然後你頂多就是網路看新的文 有一些副品 對 對 我們不會這樣看 嗯 那所以我們今天主題是 今天主題是 代辦如何推薦語言學校 沛沛我問你啊 每次我挑學校在那邊挑 不是我們最近年底都要把一些 來拜訪的學校一些不太好 就要 先放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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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覺得我都怎麼挑 我們先講一個 我們之前不是有提到一集叫做 要看榜單 對 你如果升學看榜單 同學們知道這個語言學校 有一些語言學校他的榜單是假的 嗯 這個學生在不太太學校 在啦 那是不是也考上好學校了 沒錯 是他教的嗎 不是 對 所以你就會出現那種就是我們傳說中的 跟台灣的補習班一模一樣 假榜單的事情 沒錯 東京有好幾間那超可愛的 嗯 什麼大學升學率百分之百 可是他沒有那個課啊 對 但為什麼他可以那麼強呢 因為他那個就是去補習班的啊 就是學生去外面報的 對啊 他就是去 呃 你們如果去日本留學的話 都會遇到一種東西叫思索 對 因為 你去看如果升學好的學校 一定會教英文 他就有開英文課 嗯 不然名校 要這個成績你也多少 而且他是要新鮮的 對 今年跟去年的 要新鮮版的 才可以 是不是啊 你人就在語言學校 所以是要 再加強一下 所以 這一些東西才是我們會去看的點 實際上有沒有開這些課 我們沒有那麼傻看榜單就 想呼嚨我 嗯 是不是 挺我們樓下不是很多 我們這邊不是南洋街嗎 不是有很多那種開補習班 對 你要怎麼分辨它是真榜單還是假榜單 如果是真的榜單 他們會貼照片 哦 合照 對 對 一定會貼照片 補習班貼照片 學校貼照片 只要沒有貼 幾乎就是假的 嗯 我可以覺得那就是A加B 對 就是A是語言學校 B是私俗的功勞 然後你就會在私俗看到他們貼照片 哈哈哈 又要搬獎狀搬錢耶 為什麼呢 因為同學們可能不知道 這是補習班的一種行規 因為那個名單可能 你在我這邊補數學 你在那邊補物理 那你上了台大 到底是他的功勞還是我的功勞 嗯 這就是個問題點喔 所以很多補習班就會這樣 他們就會搶那個拍照 對 那個是有行規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語言學校 充滿了這種照片 那就是真的 因為學生通常只能選一個地方拍 對 因為那個東西是要做宣傳用的 嗯 所以有一些學校就只有寫它幾個名字 你信嗎? 我是不信嗎? 嗯 所以我就說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通常跟學生的立場不一樣 我們會問學校你這是真的啊假的 他說沒有啦 這是那個我們合作補習班那邊多 所以同學們 我們上一集不是說要看榜單 你只有學了一半 你真正的後面那一半 你是不知道的 對 所以 就是還是要去看那個情況 所以那種真正的那種好的語言學校 那個照片貼的 貼麻煩 IG狂貼 就貼了各種人 還有採訪 對 然後他就說 喔我在查查學校學得很好 尤其是什麼什麼老師什麼 他們會講 所以 如果你要看榜單要先看這個 對 這個部分啦 然後呢我還會怎麼挑你們的學校 除了老師漂亮的以外我會怎麼挑 老師漂亮的就直接挑就好了 我又不學日文 就去了發現老師不在 我太學校 我會怎麼挑你就會我怎麼挑 因為同學們你們都怎麼挑 是不是看了學校簡介 對 看學校網站 對 看網路評價 嗯 可是 我這三個都不看 嗯 為什麼學校簡介有必要看嗎 因為它寫一樣 因為大家都一定是寫好的 對 它不會寫不好 那個東西是沒有考據的 可是我們會看一種東西 你們應該沒有同學會看 因為它需要一點日文程度 我們會去上推特 嗯 IG 日本各大論壇 他們會有一種群組叫做 日文老師群組 老師會講這個學校好壞的 哈哈哈哈 對 很明顯 他們都會寧你然後說 他們都會用某學校或XX學校 可是那個已經是暗示到你 就應該就是那一間了 就是大阪某某區某某學校 不是是什麼 東京某某區什麼某某校 老師就會直接寫 嗯 他就說 我想要去 我現在剛考上日本語老師的執照 我想去某某日本語學校上課 然後下面就會有人留言說 XX學校不可以去 因為他們只收有經驗的老師 不要去報名那個沒有經驗 然後下面就會有人說 沒有經驗也可以報那間學校嗎 然後就會有人說 我是那邊的老師 你們沒有經驗 只不要來 不會收 他會直接這樣寫 但是第一個 就安心老師起碼有經驗 對 有經驗不見得好啦 但是起碼有經驗 他其實就是有點像是我們那種 就如果人家找工作 不是都會問一下那個 就是這個公司好嗎 對對對 我們會去看這種網站 可是你們一般留學生是不會看的 對啊 這是我的工作 我會去看一下 因為 待放 那個語言學校來我們這邊訪問的時候 他會說他不好嗎 他不會喔 我我儘量掉他都不見得會 那個 嘴巴很難撬開啊 可是我都會看這些評價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學校說 喔 去這間語言學校要注意喔 他們學校真的是比較認真的 要備課或什麼 而且他們有時候加班要夾合完 然後留著改考卷幹嘛的 然後學生如果要輔導什麼作文什麼的 你必須要今天改完明天才可以去 所以常常加班 然後加班沒薪水 我光看這樣是學校先打一個高 這個可以啦 哈哈哈 有嗎 有嗎 那不要去惹老師就好 老師整天加班心情也不好 對 所以這些才是我們會去看的 然後他們還會去批評說 喔這間學校啊 就是學生都不讀書什麼 然後就說你初級隨便教就好了 因為他們很多不會通過那個 哦 他們有一些推特或一些論壇 是會直接寫的 我身為一個代辦 我會去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最實在啊 對啊 就你要找工作 你會不會問一下那個補習班 一定會看的 某球村好嗎 嗯 我想去某球村應徵 那某球村薪水也太低了 但是某球村輕鬆 嗯 或聚插電腦 聚插電腦 好嗎 之類的 你一定會問啊 可是相對的日本人他也會問 嗯 所以我們都會去用這個地方看 那會花我比較多的心力 可是我可以很正經的 知道這個學校好不好 對 然後或者是有人就說 啊你可以去叉叉學校 他們很輕鬆哦 你只要照著課本上完就好了 嗯 而無經驗可 打叉叉 不行這不行 這沒有辦法耶 好可以 不行我學生如果很笨 不能那種沒有日文 這樣去就遇到這種神聖 所以我代辦第二個 我第一個我會看 整榜單加榜 對 第二個 上論壇撈一下這個學校 嗯 第三個我會怎麼說 直接去當地看 對直接去當地看 我只要看葉勇我就知道了 好 他老師在那邊教 我就直接一看就知道那個會不會教 嗯 自己本身我們都是日文老師 對 教的好不好 好我不能說我教的好不好 但我知道教的好是長怎樣 對 然後 老師的講義跟教學內容 是會針對那一些 所以有一些學校是插班的 對 可是就算是插班 它會讓你上的很好 因為那老師可以控場 對 可是有一些老師不行啦 嗯 所以他就要從第一課的第一個字 教到這個一個字 嗯 你自己說你們大學 厲害的教授 課本有從第一課 第二課開始 好可愛 是不是那一課本尤其是文化外國語那一本 對 每次都只有一三四課 挑重點 他跟老師就說 老師我不要買這個 不行 每次都上那麼幾課 可是有一些同學說 我要從第一課開始上 就會落入那種 老師其實也不怎麼樣 對 因為他就只上那個而已 他只能從第一課開始教 因為他沒有辦法跳著上 對 可是厲害的老師跳著上 你不懂他還可以馬上跟你講 嗯 這就是每個老師的不同 對 好啦 最後我就是要說 我們代辦看學校的角度 跟你是不一樣 嗯 所以有時候同學就問我 心得文怎麼樣 我是覺得 看看就好 也不是看一看 我覺得 因為他有的是寫真的 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同學寫的是真的 嗯 所以有幾篇是真的 有一些只是 純粹那些不讀書的 你自己想嘛 語言學校可以從低階到高階 你就想為什麼人家可以讀高階 把你不寫 對 然後是老師教得不好 還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通常是學生的評分 對 那同學跟不上進度 我們要怎麼幫他 嗯 這就是我們的事情 沒錯 所以同學一直上不了 我就說 你要我自己代辦 你上不了 你跟我講 要嘛我幫你補課 要嘛我叫日本老師幫你補課 嗯 然後看可不可以拉到一些進度 嗯 然後你只要照著我的安排 對 都會有點收穫了 好啦 我們今天講的是 代辦如何怎麼樣 分辨語言學校 對啦 你直接是這樣 好啦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按讚小鈴鐺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分的話 你可以跟我講 我可以跟你說那些論壇在哪 留言留起來 好歡樂 留言留起來喔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OK 掰掰 掰掰